这是一只什么鸟啊 兄弟们 有谁认识的 仔细看了 公平上告诉我一下 早上我来山里面 寻找集中菌的时候呢 来到这个路口 这一只鸟啊 就突然窜在我面前 通过的观察 它两只脚这里 背面这里有三八 你看有三八 还是红色的 正面呢是正常的颜色 说明它的双脚啊 有问题啊 我想救助它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胸部吧 肚皮这里 肚皮这里也是有三八的 不知道是有寄生虫 还是有什么疾病 像这种鸟 它可能找不了吃的了 给它放水呢 就是死路一条 我想给它拿回去啊 用那个红药水 给它消毒一下 网络上有认识 什么药可以擦拭的 可以治疗的 都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谢谢了 看一下看一下 它现在只能在地上攀爬 它的脚确实是受伤了 我本来不想这样拍的 但是我怕你们 有些朋友我不相信啊 这脚 好像痪瘫了一样 没什么力气了 直接肥不了 站不起来 好可怜是吧 所以我们必须要救助它好吧 把它放到这个笼子里面 再放一块板进去 这样里面平坦一点 它可以在里面睡觉了 然后一会儿我再去拿一点红药水 来给它擦拭 消毒一下 大家好 这里是我 还有我的鸟 我已经把我的鸟带到我大爹家来了 它在这里 我记得之前有一瓶点符 用来给这只小鸟的脚消一下毒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右脚伤得很严重 左脚也是 裂带有伤口 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 希望不要传染给我 希望能把它救活 在捡到这只鸟的时候 我全程有在直播 我想了很多办法 找回我的直播记录 但是很遗憾 找不回来了 我想让你们见证 这只鸟确实是我姐的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我大爹没在家里面 所以我得自己去找一点中草药 给小鸟的腿消毒一下 这里有一棵艾草 摘一点过来 给它擦拭一下 嘴巴嚼一下 特别苦 给小鸟擦拭一下 给它止血止痛吧 刚才唐哥告诉我 这还是一只小鸟 没长大的 它可能是从树上摔下来 给摔伤了 给它擦一下吧 太可怜了 别动啊 这边也擦一下 肚皮这里也擦一下 可以了 再去找一只虫子来喂它 根据这个状态来看 它这只腿啊 好像是直接断了 很软目前 这边这一只很硬 但是呢 这里也有山巴 不知道能不能救活了 兄弟们 目前都是挺活泼的 没擦 拉了巴巴了 但是呢 给它放在地上 它飞不走啊 爬不起来 很可怜啊 是吧 这里有一只蟋蟀 喂给它吃 捏碎的在喂 已经捏碎了 是吧 今天就在山里面 捷到它的时候 摘了两个野草莓给它吃 后面就一直没吃东西了 我怕它撑不过今晚上 我家里面还剩了一点鸡翅料 泡点开水给它吃吧 经过查找资料 我才认识这种鸟 叫做金猴尼捉木鸟 不知道能不能养得活了 它这个腿真的是受伤严重啊 我必须不想用 是吧 这种鸟 交信 这种鸟 有